酱焖八爪鱼 主料八爪鱼 副料干辣椒豆瓣酱 娜娜由鹰子来陪同 好 没问题 我跟着大厨走了 我好好跟你们学啊 学我也学 酱爆八爪鱼 首先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原材料 那个鹰子 你分的清什么八爪鱼啊 章鱼啊什么之类的吗 我觉得章鱼不就是那个能吐黑的那个 不是 喷沫 喷沫是吧 那打印机 让我们那宋大厨给大家讲一讲 怎么在市场上挑选好的八爪鱼 我想问一下 宋大叔 这个乌贼就是八爪鱼吧 乌贼是乌贼 八爪鱼是八爪鱼 八爪鱼个头小 然后这里头圆 乌贼头长 爪肉厚 那章鱼是什么呢 章鱼就是那个大乌贼 咱们经常说的那个炒鱿鱼炒鱿鱼 那是叫鱿鱼是吧 对对对 但这种就是正宗的八爪鱼 怎么看它新鲜不新鲜 好的新鲜的八爪鱼 它颜色发青而不是发红 没有异味 这就是新鲜的 新鲜的 那么这个八爪鱼头和这个须子都能吃吗 头里面有爱吃的 但也有不爱吃 里面这块吃的发囊 那我们就处理一下 是不是要把它去掉 对对对 就是啊 我看这里有一个黑的 都有墨汁 这是它的墨汁啊 对对 那我要在家里怎么处理 如果这个墨汁破了 会不会影响味道 它只会影响你的色泽 然后最好不要用手直接抠 然后用拿剪刀 一抠就容易把它抠破 把它掰开 把这个帽呢 用剪刀把它剪开 轻轻地把它剥离 给它剥开 用手直接 对对对 就可以把里面的这个黑色的 含有墨汁的这个 粘下来了 你给我剪子试试 让我们也试试啊 我跟那小姑娘 我们俩朝半天几个 一直拿手抠呢 大厨 您过来给看一下 它们好像弄错了 我差点从这个位置 差点从吸盘的这种东西去下刀 这好像硬的 这是它的嘴 这是牙 也需要去掉 这也需要去掉 这个挺硬的 这咬一下还挺疼的呢 这两个小包都要去掉 对对对 要慢点 你看老不回来这节目吧 业务生疏了 这个要弄不着 拿剪刀脚下去就好了 对对 剪刀脚也可以的 接下来呢 我们大厨就要教大厨 怎么来去那牙了 对这牙怎么去掉 咱们在这去吧 用手这么一掰 底下一推 就被推出来了 对一提就出来 你看这牙挺硬的 这要是不小心在海里 被它咬一下 也够疼的 对 宋大厨你被咬过吗 没有没有 啥说啥呢 来 那个处理的 来 那我们接着处理了 好 来来来 八爪鱼呢 应该说这一炸左右 大概有20公分的 对 这种呢就比较好 便于家庭操作 我们首先呢 把这个八爪鱼的头部点开 然后呢 去掉它含末汁的那一部分 然后正中间 用手轻轻地顶它 把它的这个吸盘 正中间的这个牙 给它顶出来 把它抠掉就可以了 来 大家看一下 这条八爪鱼呢 这我在处理的时候呢 不小心呢 就碰到了 内脏 这就是不成功的 一旦碰破了 有什么处理办法吗 一会儿把它洗一下 洗一下也可以 处理过的这个八爪鱼呢 我们还在拿清水 把它洗净 然后再给它改刀 这改刀怎么改 宋大厨 先把它这个头 给切下来 然后切大约一厘米 宽的这个片 对 吸盘的部分 大家看 每一条那个触角啊 它会有一个 那个连接的地方 我们用刀尖呢 把它稍微给它切断 我觉得你们还是过来看一下 不要不然 这切这个片是横着切 竖着切 长宽高是多少 长宽高也就一米左右 来来来来 只有宽 我在这边 大家注意啊 这个切的方向是有讲究的 一定要试着它这个头的这个方向切啊 一公分宽度就行了 大约就一公分 我们知道了 我们过去了啊 枪的切呢 它就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 它的大小 它还真对了 对了 你看这些人就不虚心学习 我就怕电视连天的观众朋友也是这样 切这个须子的时候呢 你还得看着 来给它那个每条须子的锡盘啊 连接的那个地方呢 给它破一道 破段 然后切成我们说的那种小寸段 其实就可以了 大约五厘米 对 小寸段 不然的话呢 它那个须子之间呢 它有连接呢 我们吃的时候啊 应该说不好嚼烂 这刚才那破了的那个黑的 那墨汁呢 是干嘛用的 它为了逃生 会喷那墨汁 吓唬敌人 就为了逃生 生活中好多人都说 鹰子这人真会喷 这就说的 就是你 就这意思啊 切成春段 切完了 切完了 切完它一个了 在切的过程中呢 我还得问一下 我们那个宋大厨 这个八爪鱼 包括像鱿鱼啊 乌贼啊 这种鱼 它的营养价值高嘛 什么人适合吃 什么人不适合吃 胆固醇高的人 不适合吃 找三高人群 对对对 它是海鲜 它都含 高蛋白啊 对对对 适合那些学生 还有用脑的 多吃点海鲜 就高蛋白 低脂肪 高蛋白 但是鱿鱼的这个脂肪 还是有点高 它胆固醇 胆固醇高 说句实话 刚给英文和娜 他们打完下手 我发现了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我好像帮了个道 为什么您这八爪鱼 切完了以后 你看 它必须要分成两堆呢 对 为什么给它分开呢 这个因为它叫火候不一样 为了保证 它到时候炒出来的口感都一样 所以粗的要先下锅 这是薄的跟细的 要过一会儿再下 你调好的 完了 我给你们都糊了一块呢 我现在就开始挑上了 那那斩一下 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做一锅热水 快做热水 娜娜 八杆鱼 要烫一下 对 要把它烫熟 好 大厨教您做的是非常精细的 所以要把粗细分开 便于同时成熟 超烫的时间 大约十秒钟左右 大家注意 下入这个开水锅里面的这个前后次序 先下那个粗细子 对 五 四 三 二 一 这就水了 十秒左右再下这个细的细子 对 粗的细子超的时间就要稍微长一些了 便宝了 对 就可以把它捞出来 捞的时候必须过凉 这为什么要过凉呢 为了要求这个口感脆嫩 我们都散了在里头正捞呢 哎呦 那那个是不是一会口感就差呢 那大约的事你来吧 你看 什么样呢 没好好吃两把鹰子 却听了 没事 我给大家再复习一下 您在家里面呢可以一锅出 而且呢很好把握时间 开水以后先下粗细子 十秒钟以后把细细子也下锅 再过十秒钟 对 捞出来 粗细一起出锅 出锅以后必须放在凉水里面拔一下 帮我证一下它的口感 大家看 我这手呢是娜娜鹰子他们抄的 这是我们抄的 感觉有点硬 啊 稍微时间长了点 这个你看我这只手 这只手这是大厨抄的 我捏捏 它就很弹 很嫩 这有什么区别啊 这个为什么这个抄的别多 这个一会儿还要回锅闷一下 嗯 一闷到时候出来的口感 你看哪里有点碎的 这个在下锅一闷 口感就老了 所以说超的火候和时间非常重要 一定不能超过三十 没没没 你别说了 你看 这就是鹰子的老毛病 我们呢 大伙把锅烧热 然后加地油 降温 把点鱼 还得给大家说一下啊 刚才我们备了一点小料 这小料都有哪些呢 您看我们这小碗里面 有这么一根干辣椒 也就是说 一根干辣椒吧 我们拿剪刀把它剪成这种细条 然后呢 切了一点葱姜蒜米 大厨 问一下 这油应该放多少 三十克 色 这个呢 是我们平常家里面用的手勺 这是干手勺 我们把这个三十克的油呢 大概倒到手勺里 您可以看一下 差不多 不到一半 大约一百二十度油温 然后把爆锅料下进去 对 下葱姜米 葱姜蒜 对 爆出香味 放入干辣椒 小火出香味以后 下入干辣椒丝 对 然后这时候非常重要的是呢 我们要加这个豆瓣酱了 你先关火了 出香味 你这豆瓣酱给我们用了 豆瓣酱豆瓣酱 我告诉你 来 我看这是什么呀 炒豆瓣酱 来 放多少 放多少 三十克左右 也是三十克左右 差不多 炒香以后 加水 少许 加多少水啊 宋大厨合适 一勺 一手勺的水 对 这时候呢 要往里面要加上一点点的糖 非常少 还要加盐吧 不加盐 这时候呢 我们尝一尝这个汤的咸甜度 注意注意注意 酱香味出来以后 我们还要再加上一点点的酱油 大概有这么 五克左右 五克左右 对 也就是平常家里面咱们吃饭的勺 小半勺 好 迅速下入超好的沥干水的八爪鱼 这时候呢 我们火可以稍微调成中火 大厨 这个八爪鱼在这个汤里面要稍多长时间 这个得看你这个八爪鱼这个火猴 烫的火猴老的话 时间就短点 烫的火猴轻的话 时间就需要长点 三分钟左右 当汁呢 微入到这个八爪鱼里以后 我们呢要勾 这嵌要稍微重一点 要让酱汁 粘稠的裹上 八爪鱼 嵌裹上以后 应该说我们这道菜 可以出锅了 这八爪鱼刚才看上去还挺多 实际上它一日热以后 就收缩了 对 像咱们家里面一般我们三口之家 做晚饭的话 酱包八爪鱼 我们买原材料要买几斤比较合适 吃一顿 两斤左右 二斤 对 炒好出锅 那个可以拿过来比一比 来来来 娜娜我们看 娜娜够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娜娜来你拿着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口感很重要 那个样子 那个我们 真不错 那个娜娜和鹰子 做了一盘炒干 可以或者是那个炸面 炸卤面 您再看看大厨的这个 那我们为什么没有这个 什么呀 可以有啊 你那锡啊 你摆得住吗 来你摆 没有摆 把意思是娜娜咱们摆 好一会儿我们再尝口感 对 步骤一 用剪刀 把八爪鱼的头部剪开 然后掰掉墨包 从锡盘下面往上推 去掉八爪鱼的牙 用水洗干净之后备用 步骤二 八爪鱼的头部和须子 要分开切 都切成寸段 切好之后呢 分开备用 水开之后焯制 同样须子和头部 要分开焯制 焯好之后 冷水中过凉 步骤三 锅中加油 油热之后 加入切好的葱姜蒜 香味出来之后 加入少许干辣椒 然后加入半手勺的豆瓣酱来煸炒 加入少许水之后调味 放入一小勺的糖 少许酱油 汤汁开之后 倒入超好的八爪鱼 稍微焖制之后 勾浅汁 放入鱿酱油